今天是小年夜,在这里全莫认祝大家小年快乐 其实简单来说,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两件的怪事 可是如果全家一起遇到怪事的几率,应该还是不大的 我的父母都是标准的无神论者 我则属于那种标准的不稳定中立者 这件故事发生在去年 我们一家经历了一件怪事 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各自的精神立场 但是说起这件事,老爸老妈也只能叹息 世界之大,无其不有 我小的时候经常生病 不是我夸张 几乎可以说一个月里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都在吃药打针 就像我小的时候打算把一辈子的病都集中得得光一样 但是现在身体比较健康,很难得一场大病 几乎都不记得打针输液的感觉了 就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突然间中感冒 高烧不退 一开始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难受 也就没有去医院 只是选择自己在家吃一些常备的感冒药 后来到半夜的时候就不对头了 人开始发抖 而且抖得特别厉害 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于是前家半夜出动 把我弄到了医院里 当时值班的医生被闹醒之后 量了个体温之后 就非常鄙视的说了一句 都烧成这样了才来 然后就先给我打了一针 又立刻安排我躺在了观察室里输液 怪事就在观察室里发生了 把液输上之后 护士就把药瓶挂在了类似升降杆的那种架子上 刚挂上的时候 因为有外力作用 这个药瓶肯定是要晃一晃的 大家都没有在意 不过过了一会儿 老爸突然说 这瓶子咋还晃呢 说着就走到了我床头 打算伸手去吻一吻 结果他一靠近 那瓶子又渐渐的不晃了 这似乎仍然属于正常的范畴 仍然没有引起注意 我老爸一直围着我的床走圈 还跟我妈说 感慨 说好久都没有经历过陪床了 他的话音刚落 老妈发现那个挂着的药瓶 又开始晃了 这下老两狗子 还以为是我抖得厉害 连我自己也是怀疑是这样 老爸又靠近床头 打算伸手去吻一吻 结果那瓶子又不慌了 他刚一转身走开 那瓶子又开始慌 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烧糊涂了 还是怎么 当时并没有觉得害怕 倒是觉得好玩 一下就笑了出来 我妈也看见了还说 怪了 这药瓶子咋还人性化了 这么调皮 我老爸马上又走回来 伸手把药瓶稳住 还小心翼翼的退开 可他刚一退开 就像有风吹过来一样 但实际没有风 这个药瓶又开始自己晃动 而且越晃越厉害 甚至要甩出来一样 事先声明一下 当时门窗都是关好的 房间里并没有风 空调的送风 更没有大的可以把装满药的瓶子 吹得晃动起来 也就是说 一切都是静止的 除了那个药瓶 后来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我连呼吸都非常轻 而老爸也确定了 这个药瓶升降杆 跟我的床并没有粘连 是独立的 更没有任何人不小心碰到它 老两口子围着我的床 开始检查 但是并没有看出什么音乐 这药瓶就一直在那自己晃动 老妈后来把护士找来 还说了句非常不专业的话 问护士可不可能是脉冲 懂行的人不要见笑 当时那种情况确实是挺怪的 我不知道老妈为什么就突然搞了这么个词出来 就是为了找一个科学的解释吗 那护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更没有戏剧化的露出什么 惠莫如深的表情 他跟我们一样 完全的茫然 他也一直站在我们床边 就这样 我们四个人 四双眼睛都盯着那个药瓶 自己在那晃 找不出任何的原因 就在这个时候 老妈无意地查看了一下我书页的手 发现我的手腕上肿了很大的一个包 像鸡蛋那么大 挺突兀的 也挺畸形的 着实吓了一跳 那护士立马非常尴尬地取出了针 给我重新扎一次 说是滚包了 我却只觉得左手一直很凉 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感觉 那药瓶挂上之后 还是那么慌 这应该表示 这药瓶的摇晃 并不是刚才 我的手被扎滚包的原因 最后大家一直决定换个床试试 然后就把我移到里面的临床 没想到那药瓶还真不慌了 这件事也算是解决 那护士就回到值班室去休息 我们一家人却心歇了 大家都没了睡意 而且老爸还多次走到之前那个床旁边 上上下下的查看 根本就没有找出药瓶自己甩动的原因 这也就成了一个谜 这件事自然是不了了之的 偶尔老爸老妈想起来还会当话题聊一聊 分析了一下当时有什么我们没有观察到的原因 但是都没有 我到现在还时常在想 那难道真是占了别人的床 而别人不乐意了吗 那么当时我的手滚包了 算不算一个比较轻的吉祥呢 为什么起先我的爸爸靠上去 那药瓶就不晃了 但后来这一招就不管用了 如果这件事真的和想象中一样的话 那我是不是捡了一条小命呢